好 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民进党在民调这件事情上都做过哪些手脚 近期 岛内有两家公司同期进行了 针对台北市长参选人的民意调查 然而 在这两份民调结果中 蒋万安的支持度出现了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 引发各界质疑民调结果的公正性 香港亚洲周刊评论称 在现在的台湾 民调已经变调 不再是单纯探寻民意 很多时候成为竞选文宣 台湾联合新闻网也关注了岛内民调乱带风向的问题 认为如今的参选人花钱通过民调公司做手脚 以引导式题目 拿掉不利样本等方式进行假民调 这种用金钱堆砌起来的选举现象 成功帮许多参选人调整所谓人设 让相关业者赚得盆满钵满也就算了 更严重的是 选民也被蒙在鼓里 这早已脱离选举本质 只会让有资源的参选人越来越极端 让台湾的选举越来越混乱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份民调的结果是大向径庭 对于蒋文安个人的民调 那么两家民调机构就相差十个百分点 那么民调到底是不是能够被操弄 那么谁在幕后操弄了民调 台湾这个民调可以说是满天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我经常比喻 我们说平常过日子是一个七日接着又一个七日 而台湾是一个选举接着又一个选举 对吧 你看县市长选举完了之后 很快用不了一年多时间又投入到这个下一次的台湾地区领导的选举了 即便是在这中间的一个空档期 我们看到还有比如民意代表的这种缺位的补选等等 有的可能被罢免之后要增补这个新的地区的这样一些相关职位的人选等等 所以台湾这个选举应该说一直是从全年是持续不断的 最少热度一直在不断 在这个过程中民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台湾的民调一个候选人从党内的提名初选再到正式参选最后再到当选或者落选 这过程说实话做个几十场上百场民调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民调已经成了台湾的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的民调呢 出现了很多的乱象 民意调查是什么 民意调查本身它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利用样本 利用真实的调查数据 利用收集到的信息进行采样 分析 整合 那么最终形成一个呢 当下对于候选人的一个主要的看法和支持度的这样一个数据 本身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但是因为台湾啊 这种选举的乱象 我们看到这个民调裹挟在整体选举乱象中 也成了可以任意操弄的手段了 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最近这次选举 一个蒋万安台北市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两个不同样本竟然中间支持度相差 那为什么呢 我们细分析你会发觉这里面 对蒋万安支持度比较高的民调是由台湾TVBS做的民调 那么TVBS它的民调呢 它是个老牌的这样的一个民调的机构了 所以做了很多年了 相对在台湾民众中还是有一定公信力的 而另外一家这个机构做的民调是绿营的人士委托山水民调公司 山水民调公司一直台湾民众认为背后有民进党的影子 就是它的倾向性是非常强的 做的民调 所以它要对绿营的候选人肯定做一些有利的调查 所以你看 马上这两个民调同一时间段突然发觉中间有巨大的落差 这里面说明什么 说明民调已经被政党所操弄 已经成了一些政党和政客操弄的工具了 这些年你看台湾的整体的民调 这种做假呀 方法很多 有人甚至公开说保赢民调 对吧 你只要给我足够的钱 我保证民调对你有利 有的甚至直接就这个利用这种民调啊 抽样之后啊 进行修改篡改等等 这都是属于极致的了啊 这个这个动作非常多的 还有一些呢 采取一些技术性手段 他给你比如话题的设置就能够产生不同的结果 比如你这个话题设置 你同意不同意蒋万安担任台北市的市长 支持不支持 这是一种问法 还有一个 你这个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蒋万安第一次参选台北市 你支持不支持 他这种诱导式 引导式的 加上一两个前缀或者表述的前后的一交换 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都是一些技术技巧 所以台湾民调啊 现在这个这个我觉得的民调满天飞啊 这个数据啊 虽然有一定参考意义 但这里面的乱象确实多 尤其民进党掌握着现在的行政权 那么能充分利用网络 利用自己的水军来进行民意的一个掌控 你看据说有的候选人手里掌握着几万个假账号 真等关键时刻 不要说搞支持自己的这样一些动作 对对手进行负面攻击一放出来 以台湾这样的一个体谅 几万人如果说形成一个话题一定是个舆论焦点 那不管你有还是没有 总之这伤水是泼过去了 你总得解释 你总得给自己澄清 都要浪费你大量的一个精力 所以台湾的民调已经变成了政治攻防的一种手段了 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对手士气 对方一哪里看 我民调这么低啊 肯定对士气 对自己的心气都会有影响 另外一个给自己的人加分 再有一个带网络的节奏和舆论炒起一些社会的热点 最终往这个民调里灌水也好 造假也好 就是要形成有利于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态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民进党要掌握着网络水军 掌握着很多的行政资源 包括大量的资金 他一定会在这方面进行相的投入 这个投入还不仅简简单单是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操弄 他连带着一群 比如媒体 现在媒体基本上掌握在绿营手里 他利用媒体来带风向 还有一些各自的阵营 包括企业啊 包括一些所谓名嘴啊 他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通过各种形式 在网上 在这个传统媒体中 造舆论 带风向等等 为了自己特定利益集团来服务 所以台湾的民调我们说啊 已经成了台湾的可以说是一个选举当中的 有的时候都是一个笑话了 这样的一个民调 不仅反映不出真实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候选人的支持度 反而会混淆视听 造成这个对台湾民众的意识的一个混乱 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的一些报道啊 近些年来在台湾的选举过程当中呢 操弄民调的事件越来越多了 那么操弄民调对于各个党派 各位参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知道就算是符合专业标准 跟民调科学规范的民调 不同的民调之间都是会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可能来自不同的抽样 就会有不同的误差 可能呢也来自所谓的机构效应 也就是因为对民调单位的观感不同 就影响了受访者回答的意愿 还有回答的方向 还有可能是因为民调机构 为了让样本的特质啊 更接近人口的特质 会对样本做一些不同的加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其中有些民调 根本不是符合专业标准 跟民调科学规范的民调 像是最近有一份青绿媒体 自由时报做的台北市长的民调 也是在接近的像八月底九月初做的 说啊陈时中的支持度是排名第一 说陈时中的支持者呢超过三成 不过他公布民调的时候 还同时公布了男性跟女性支持度的交叉分析 大家发现啊陈时中在他公布的 男女两性的支持度都不到三成 那这不就兜不拢了吗 按照这个媒体的说法是说 哎呀我们写错了 但是大家就非常怀疑 这个民调的真实性了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啊 就是发布这种有问题 或假民调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民调从客观的调查 变成了候选人的文宣 很多民调啊连他是怎么做的 在哪里做的都说得不清不楚 变成一种黑箱民调 或是什么都没解释 变成一种传说民调 或是根本啊不是随机抽样做出来的 他也把自己叫民调 我通常把这种民调叫类民调 那不少候选人就成为帮凶 他就不管民调可不可靠 只要你是说他赢 他就宣传 说他输 他就说你是假民调 有的候选人甚至变成主谋啊 自己也来发布这种黑箱民调 传说民调 类民调 这就基本啊是把不实民调 当文宣在用了 那就算是他表面上 有公布民调是怎么做的 什么时候做的 但是啊如果这个发布的机构 是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 或是他根本是名不见经传啊 过去根本没有做过民调的 加上数字上又非常不合理的话 就会让人怀疑你这个公布的民调 是不是被调整或美化过的 所以你这个民调根本不是民调 是民调啊 调整过的 所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当民调被冠上民调的名字之后 很多选民就会认为这是科学的调查 把它作为选票投票的参考 而且也会影响地下赌盘啊 就可以带风向 所以公布这些不实民调 讲简单一点 就是为了误导选民 帮特定的候选人来骗选票 那么面对着这些赤裸裸的选举的招数和手段 对于选举的结果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会影响很大吗 这个影响非常大 我们说台湾这个民调 虽然我们分析 包括台湾岛内也分析 它乱象丛生 有的里面充满了这个假民调 充满了这个灌水 充满了网络带风向 但是对于台湾普通民众来讲 了解选举的态势 包括候选人的支持度 民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式 所以台湾民众对这个民调 还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些参选的政党和政党候选人来讲 民调也同样重要 甚至某种意义上 由于现在台湾的这个选举 民调能够作为一个主要的风向标 甚至决定着一个政党的兴衰与成败 决定着一个候选人最终能否当选 我们知道台湾那种所谓的选举政治 你会发觉选上了之后风光无限 然后这个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一旦选不上不仅自己失落 甚至可能官司缠身 不断的成为对手攻击的这样一个靶子 所以这些在选举过程中 这些民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且这里面的这些操纵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运作的方式 甚至最后对选举的结果 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仅是在这种大的选举层面 即便是在党内这样的一种民调 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 当年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人 争这个民进党党内初选 两个人杀的是刀刀剑骨 那么蔡英文利用掌握着党的机器 掌握着行政权力的这样一种手段 对赖清德极尽打压之能事 包括利用网络水军进行攻击 在网络上带风向 同时利用自己的权利 把这个民调的相应的这样一种方式 进行调整等等 比如当时他决定电话和网络各占一半 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的民调 来对对手进行打击 果不其然最后赖清德煞鱼而归 本来具有很强的优势 最终在这个民调的操纵下 最终没有斗过蔡英文 所以不管是从党内 还是从台湾社会 你会发觉民调虽然乱象丛生 这里面可以说是黑幕连连 但是他仍然可以成为主导选举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之一的时候 那当然台湾的政治人物 当然就是蜂拥而至 当然就是这个对民调 来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攻防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张冰兄说的这些影响 确确实实发生了 你也可以看到 台湾是有人想要出来 对抗这种遏制的政治操弄的 很多人都记得 韩国瑜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曾经使出过一招 后来被叫做民调盖牌 他是要自己的选民 你们接到民调的电话 不要回答 这样所有民调里面 韩国瑜的支持度都会被低估 他想用这个方法来对付假民调 不过韩国瑜这一招 因为他自己是当事人 而且这一招是无差别的对付所有的民调 最后变成可信度高的 可信度低的民调 他都是一面倒的遥遥落后 所以他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方法 对抗遏制民调的效果并不明显 要抵制遏制民调 需要的是社会的中道力量 像最近台湾有个中华传播管理学会 就组织了一群传播民调学者 我也担任三个召集人之一 我们发起了一个叫民调透明百科计划 这个计划就要求 发布民调的机构 必须在发布的时候要公开透明 提供给外界可以检视的具体资料 那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民调给予评分 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尽量降低 不实民调对选情的负面影响 台湾选举民调客观性遭质疑 小小数字净显各方政治算计 民进党论文抄袭风波 持续发酵 绿营拉开架势大打泥巴战 选战升温 岛内随之出现了哪些乱象 这又会对台湾社会发展造成什么危害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操弄民调 民进党选举乱象丛生 那么除此以外 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们非常擅长的就是抹黑对手 在岛内被称为泥巴战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前任新竹市长林志坚 因论文案被撤销硕士学位 黯然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重创民进党选情 然而民进党并未放弃林志坚 转而接连指控国民党及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新竹市长参选人林耕仁等也设抄袭 台湾媒体人评论 抓抄袭变成了最近的选战主轴 民进党正在打一场混战 打一场泥巴战 企图营造出大家一样脏 大家都抄袭的印象 希望借此转移焦点 安度陈仓 明明是民进党自己人身陷论文抄袭风波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偏偏要把对手拉下水墨黑对手 这是不是就是民进党最擅长的泥巴战 林志坚的两篇硕士论文被指控抄袭之后 民进党一开始的应对方式是一面要否认抄袭 一面想淡化论文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说选战应该要讨论政策跟政绩嘛 你不应该变成在讨论论文嘛 他们说这叫泥巴战或是打泥巴仗 不过随着对林志坚两篇论文的讨论越来越多 大家发现他实在抄得太严重了 两所大学也都认定这是抄袭 而且撤销了他的学位 那为了不让伤害继续扩大 民进党只能选择把林志坚给换了下来 不过接下来民进党怎么自救呢 他们就是发动一场更大的泥巴战 马上就忘记 他们自己才刚说过 选举不应该变成泥巴战这样的话 那开始发动一场更大的泥巴战是怎么做呢 就开始指控国民党跟民众党 很多写过硕士或博士论文 或是研究报告的人说 他们也抄袭 被民进党丢泥巴的 至少就包括国民党基隆的 谢国良 新竹的林庚仁 桃源的张善政 南侯的许淑华 云林的张立善 还有民众党 新竹市的高宏安 另外脱离民进党参选的郑宝钦也被指控了 其实这大部分的指控在市政上面 跟林智坚的抄袭程度都是有很大距离的 更重要的是被指控的人 他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有的是正面应对 拿出大学检验抄袭的查虫的数字来自清 或是公开论文让大家下载来公平 那也有主动把自己的论文送给大学去调查的 这个跟林智坚先强辩自己没有抄袭 又不配合调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当民进党在对国民党民众党丢泥巴的时候 民众党基隆的候选人叫蔡世应 云林的候选人叫刘建国 也被发现论文也有抄袭问题 你市政不足到处乱丢泥巴 泥巴倒过来是很容易弄脏你自己的 你从论文案发展到全面的泥巴战 说明民进党还是没有从林智坚的事情里面学到教训 林智坚的两篇论文抄袭是这么的明确 到现在他的态度上还是不认错 蔡英文跟民进党一面去挺坚不认错的林智坚 一面就急了到处对对手去丢泥巴 还想从中获得选举利益 选民是没有这么好骗的 民进党最擅长使用的打泥巴战 就是给大家留下一种要脏大家一样脏 要抄袭大家都抄袭的印象 那么这一次论文抄袭风波 民进党用泥巴战去抹黑对手 能够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吗 如果我们透过表象看到本质的话 这种要脏一起脏其实不是今天的事情 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这些年的选举当中 特别是民进党执行之后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很多回了 他反映一个台湾选举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 就是台湾的这样一个选举 已经不是说谁的证件好 谁提供的相应的理念对城市发展有利 谁给台湾民众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的增加 环境的改善 而是到了一个比烂的这样一种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得选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的比我烂 他就变成这样 不是说咱们谁做的更好 谁提的建议更适合台湾 而是因为他比我烂 虽然我也烂 但是他更烂 虽然我也黑 但他比我还黑 那你说这陷台湾民众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呢 所以这种比烂的心态呀 已经成为了台湾选举的几乎是一个主轴了 你会发觉在这种选举当中 民进党用的这些招数 抹黑给对方造成 比如你抄袭 学术造假 人品不端 比如说抹黄 你有什么陶色新闻啊 你这个生活有什么问题等等 或者你涉及什么样的案件 然后要不就抹红啊 你跟大陆如何如何 你这个呃 在这个两岸关系上有什么样的表态 基本上就是这几招 这几招所派生出来的 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是无穷大的 一个抹黑 他能够有很多的这种昏招 恶招 一个抹黄 他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经济上的各种问题 有没有的先给你抛出来 而对手也往往会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 抓你的把柄 找你的漏洞 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从刚刚二位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呢 我们不难看出 之所以现在党内乱象 丛生呢 跟民进党在整个的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运用的一些招数呢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那么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对于台湾的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没有错 选举的目的应该是选贤举能 或是台湾更常说的选贤与能 贤呢主要是人品条件 能是政策政绩 应该是一场正面选举才对啊 不过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现在经常花很多时间 在做的都是负面选举 是在说谁更无能 是在说谁更坏 这就变成不是在比好 是在比烂了 而且就算要说对手坏啊 你起码应该本于事实嘛 你打泥巴掌乱打一通 台湾有句话说 白白布染到黑啊 任何人一参加选举 就会被抹黑成一个坏蛋 一阵抹黑之后 不管你是白布黑布 只要你参加了选举 你都成了黑布 那哪一个是本来有问题的人 你也分不出来了 而且除了抹黑 还有抹黄还有抹红 所以真正贤能的人 最后会参加选举吗 他就近而远之不来选举了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还有啊 就是当选举充满了抹黑 跟负面信息的时候 真正重要的政绩 或是政策的讨论 就被排挤了 选民本来应该更关注的是 候选人对你要领导的地方 你要打造什么愿景啊 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跟做法啊 而且你要用这些政策做法的目标 手段 还有你过去的政绩 来说服选民 你是说到做得到的 然后再由选民去做出选择 如果选举都变成了比谁坏 比谁令人讨厌的比赛 或是更恶劣一点 还把意识形态拉进来 抹红 变成谁是自己人 谁是敌人的比赛 那真正的政策讨论就不见了嘛 我再补充邮教授一点啊 就是刚才邮教授 从岛内的这个选举的情况 进行了分析 其实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一直说 九合一选举啊 是台湾的内部事务 是这个县市场的选举 但是从长远来看 它对两岸关系 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就是你知道 这种选举中的乱象啊 它往往最终会 投射到两岸关系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选举 互相之间的攻防 它一定有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当下的台海地区的局势 民进党当局 不断的以武巨统 不断的以武谋独 两岸局势 现在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你想想台湾的民众的 这种话题和关注度 怎么可能不转移到台海问题上 再加上民进党又最善于 挑弄台海议题 你比如现在陈时中也好 林家荣也好 在台北在新北 支持度都不高 那不高的话 你短时间内 又不可能让这个民众 对你一下子改变印象 这时候怎么办呢 把话题引到台海地区局势上 引到所谓的大陆威胁上 这民进党已经干了很多回 这样的事情了 你看 九合一选举就变味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 两岸议题的一个攻防战了 这其实对于台湾未来 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 台湾的选举走到今天 良性的竞争似乎越来越少了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硝烟之下的怪招 阴招 损招 是将对手拖入泥潭 互相比烂的乱想 如入鲍鱼之寺久而不闻其臭 在这种环境中 厮杀的政客 有多少能够做到 洁身自好 两袖清风呢 而长期生活在 这种种乱象中的台湾民众 又该如何自处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 给出的解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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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